长臂一圈的电脑 基本就是这样子 那么就那么几个人 就那么也见过特别小的规模的电脑 有一个什么卖香烟的地方 然后它旁边好像就10平米的面积 卖香烟的地方旁边有一块布 那块布打开之后 里面四台电脑 那也算是个网吧 我也说对了 四台电脑 然后而且还是靠墙放的 那这个特别的窄的一个小笼堂的样子的一个房间 里面四台电脑 这就算是个网吧了 那时候那会的话 这个石器之前 不是玩红锦 就是玩星际的 然后还有玩仙剑的 那么石器这个出版之后 整个网吧 全是玩这个石器的 哇塞 直接单点 这个下方队伍的话 是在这个回合就直接开始激活单点盲目了 我想想 这位选手是不是上个礼拜 这个打的时候 起手第一回合就单点人物 还击杀了一位选手的这个 那个队伍 听不清了 感觉是就是这个风格 哇塞 就是这个风格 哎呀 这人很厉害 这人非常厉害 这人的话 他上个礼拜就这个战术 上个礼拜就是这个 一上来 人家都是什么 我甩状态 放祖咒 啥的 他就是上来 不打你宠物 不会回天地 上来就是五只宠物 全部集合 单点一个人物 然后直接激赏 那么这回合也是干净利落 直接这么办 这个我喜欢 我看出来了 那么虽然他还活着 但是那时他有一个替身娃娃 他就可以满血复活一次 但是他的座器已经没有了 而且没有办法重新恢复作急 他已经上方队伍已经占了劣势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打法还是非常漂亮 非常给力的 那你只要出到属性优势 一波就能把一个人物击杀 我看出来了 咱们这个石器当中啊 这个妹子的这个打起架来 那绝对干净利落 比这汉子的话 这个利落多了 那这汉子打起来都是磨磨唧唧的 比如说上一轮 那俩队伍 那磨磨唧唧的 那你自己吃不到这个地鼠优势 还愤慌地用地鼠气放 这明知道这个对方 这个对方这个会盖属性 你还不停的用高敏捷的选手 放火属性 结果两个人来就在那 这个磨挤 但是这俩队伍的话 打的真的是 特别是下方队伍 打的非常的干净利落 直接单点激活 把你先打残一个选手再说 那么接下来的话 上方队伍就比较吃力了 你必须每回合给这个 这个落马的选手的话套守护 否则功能只要射到一箭 你就直接飞 这把的最回合的话 是这位选手是继续担点他 感谢虎天智赠送的一个荧光棒 感谢虎天智赠送的两个荧光棒 这波好像单点效果没有那么好 这波单点的话 由于人物这个下作息之后啊 他的这个敏捷就会回避就会非常的高 因为这个不计算宠物之后 凉物的敏捷就非常的高 感谢虎天智赠送的八个荧光棒 回旋踢 上方队伍的那种打法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下方队伍的这个 中拳宠被这个失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你必须得这个进化 这波没吃到属性优势 哇塞 有没有选手这个进化呀 哇塞还真是没有啊 那这有点吃亏了 那么这位选手虽然打起来非常的利落 但是这个有点不太稳 你这个 这位选手被这个中精灵了 揽完了以后还没有选手可以 没有选手在功能之后这个进化 这就比较被动了 关键是这个这位叫做这个公布地下的这位选手啊 这个呃我这一上来就特别的夸你啊夸了你这么多还说你冠军立络完了以后你现在要是输了的话那多不好啊那 关键是你现在已经占住了一个很大的优势那 之前是占住很大优势把他直接落马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就风险比较大 呃如果碰到胆子大的呢他有可能会功能这个继续打 但是功能继续打的风险是极其极其大的那 如果碰到胆子小的功能直接防御 我觉得还稍微稳妥一点 好了这个进化 哇功能好功能防御了啊 功能防御还稍微稳妥一点 不断攻击 肯定玩主人达芬奇已经被战败了啊 全体进化 下方队伍的话这个虫一来是采用的是单点 但是单点你如果抽到属性优势的话还是比较是可以的 那么这波的话是被对方的话是这个属性是完全压制了一波 其实五一来当中啊这个一攻来四米人是比较龙土的做法 那实际上的话这个呃 敏人里面也要封成这个高敏人和低敏人 相互直接要搭配啊 高敏人的话这个有的时候可以把对方的这个属性给他带点 如果能有办法在这个如果能掐准对方的这个敏捷 在对方这个进入属性手放完这个属性之后 然后你的属性手把对方的属性给盖掉啊 让他从出手之前这个没有属性优势 那么这个压力会小很多 呃那么这波拼